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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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才多艺 此环节为选手的才艺展示环节 上一轮晋级的三组选手 依次进行才艺展示 展示内容包括歌曲 舞蹈 戏曲 契乐等 适合在舞台上表演的项目 评委根据选手的表现做出点评 并给出本环节分数 分数最低的一组选手将被淘汰 其他选手晋级下一环节 下面有请选手上场 请不吝点赞 Amen 谢谢您 这一ot 这一条 也不吝点赞 这一条 明镇 这一条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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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3 2 1 3 2 1 钻挺为劲的 鼓掌卖的 来 顶端啊 这顶端大手卷可最难整的啊 整起鼓掌啊 把他累塌下来 得换更大点的啊 来 妈把把箱子扒过去了 这是多大啊 来 看能不能坐下 三米的 3 2 1 好了 观众朋友们 让我们继续欣赏3号选手带来的才艺展示 我看能不能坐下来 那小艺 我看能不能坐下来 我看能不能坐下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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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你就陪陪我 爱我你就听听我 爱我你就画画我 爱我你就爸爸我 爱我你就陪陪我 爱我你就听听我 爱我你就画画我 爱我你就爸爸我 看得真的是热闹非凡啊 没错 而且非常过瘾 包括在这个才艺进行过程中 我们去采访现场的观众朋友 其实他对我们所有这些选手啊 包括技艺上还有才艺上的突出表现 还是有着一些自己专业的认同 是 那么如果我们三位评委老师 打了分之后呢 还是有一组选手 要遗憾的离开我们的比赛了 但是打分之前我们还是请出一位 二人转接重量级的嘉宾评委老师 具有泰山北斗人物之称的 那炳陈老师来点评一下 有请大佬 你看啊 二人转真是大不同 好在哪呢 就二人转过去我们常说的 这个才艺展示啊 真是演的这些演员体现了二人转那种 能金能鼓 就能演今天的能演鼓来的 你看刚才大写书鼓来的也好 今天那个跳的印度舞多好 能金能鼓 能文能武 能阳能土 能龙能虎 太好了这个 刚才有不少观众同志说呀 三号好 好到哪了呢 后来我一琢磨呀 他就是演猪磨戒像猪磨戒 演孙悟空像孙悟空能龙能虎啊 真能龙 能金能鼓 唱的鼓来的也好 杨八家又说好极了 都好 我说一下一号 一号男演员唱的不错 有用味也好 按照不是讲究唱说半舞绝吗 武功 唱为首 特别小男孩唱的也不错 女孩也不能说了 三号实际上是很不错的演员 我认为这副架在这里很突出啊 特别是男孩 土字清晰 但是有一个问题 才艺展示时候 特好的玩意儿 别整得明白没了 多太多了 常言说的好 胶多不黏 蜜多不甜 整得大伙儿骨头一边长的时候就收 别等到死去别人要长生 不要那样啊 第四号 这俩真小可爱 你上台刚才那多好啊 所以今天我正看到二人传得虔诚远大 学学性 但是要 还得老师就这么想提高点他们文化素质 将来能知道理解这个词 就好了 我从这四伏价都不是 我对他们四伏价我都 都投赞成票也不好 到时候用分比较出来 那接下来我们也是期待三组选手的分数 首先有请三位专家老师 为一号选手才艺环节的表现量分 好的 感谢三位专家老师 请继续为四号选手的表现打分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给大家报告一下 在本环节三组选手的得分 一号选手才艺展示环节的得分是 296.20分 好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三号选手得分是 296.90分 很不错的一个程序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四号选手的得分 294.90分 虽然分数比两个大哥哥大姐姐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两个孩子已经很不容易 很努力了 好的 我们也是有请1号和3号下场去准备 最后一个环节的比赛 我们稍后再见 看着他们两个渴望而无辜的大眼睛 都水汪汪的看着我 对 要遗憾的离开了 但是我觉得他们今天表现的真的很不错了 我有一个疑问 什么疑问 你说他们俩能不能就准备一个小猫 一个正系 一个才艺 那不可能 我觉得他们肯定是准备的全场比赛 但是我认为他们肯定不知道 这一次离开意味着什么 是 那你们知道 再一次登上舞台 又要离开了 那本年度你们还能再来吗 来 还想再来啊 那马上咱们就再见了 今天到这又要分别了 难过吗 不难过 因为我过两天还来 因为过两天还可以来是不是 是 等新一年的大赛 还是呢 我想这 下一届 跟家长说了 跟奶奶也好 妈妈也好 好好让两个孩子准备 我相信啊 在未来一年的舞台上 他们还可以大放异彩 谢谢你们 我们欢迎你们再来 再见 再见 拜拜 其实我觉得在两个孩子的印象中就是 这舞台我们想来就来 都自己家似的 对 所以走了无所谓 对 我们也希望其他电视机前的选手朋友 可以像我们孩子这样 对 很简单的去想 这样的一个舞台 就是为我们大众搭建的平台 如果您觉得想到这里 来展示一下自己 或者说想登上我们的舞台 来尝得自己的一个心愿 我们还是举双手欢迎大家 踊跃前来 是 我觉得尹豪说的特别对啊 我希望大家都向两个孩子学习 不要把这个结果看得太重了 其实啊 我觉得要重在这个参与过程是很重要的 在这么华丽的舞台上 享受自己登上舞台的那种过程 那种快感 我觉得他们真的可以为自己骄傲 当然这也是正是我们为大家 搭建这样平台的一个主题 目的和意义 也希望我们在未来 可以迎接更多可爱的优秀的选手 走进我们的二人转总动员 真正做到精彩乐无边 本节目由洪翔总页赞助吧 本节目由洪翔总页赞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接下来进行最后一个环节的比拼 永斋贵官 永斋贵官 此环节为复活赛的终极比拼环节 上一轮晋级的两组选手依次进行正系表演 评委根据选手的唱功及舞台表现做出点评 分数高的一组选手成功复活 晋级年度总决赛 下面有请选手上场 请选手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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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请选手上场 请选手上场 好好学习 请选手上场 请选手上场 恭喜我们 请选手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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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选手上场